第十四章 开天窗的黑色马车 夫子文言大怒 赤道 我怎么就教出你这么一个蛮不讲理的家伙 二师兄一正 心想自己败在老师门下一来 一直谨守礼数规矩 使人皆知是最讲道理的人 怎么老师却说自己蛮不讲理 文过虽不喜 却先自省 他长一极地问道 老师 上次在牙洞前一复仇二字 您曾让我转告大师兄 行事须斩钉截铁 难道弟子误错了意思 你大师兄 性情温和 人念太过 所以需要以你为敬 学习如何直接一些 而你这个家伙 性情太过直接 所以我一向教育你 需要谨慎一些 结果 现在呢 你都不明白是什么事情 便要喊打喊杀 图有小师叔之勇 却无小师叔之 好吧 他也确实没有什么别的 值得称道的地方 然而 你和你小师叔 除了勇敢比我勇敢 还能有什么 二师兄最讲究孝帝之道 面对着老师严厉的训斥 按道理他不应该做任何辩白 就算要尊重道理 也要待老师弃销之后再做计较 只是 此时听老师提到自己最尊敬的小师叔 不知如何 变白的话便脱口而出 老师 记得小时候 小师叔曾经对我和师兄说过一句话 如果我们只剩下勇气 那么勇气便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 夫子文言一正 忽然大笑起来 挥秀说道 有理 有理 其实 这个意思 我对你小师弟也说过 若黑夜真的来临 反抗便是 哪里用思考太多 大师兄 想起童年时小师叔骑着黑驴 离开后山市留下的这句话 没有像老师和师弟那般展颜而笑 而是愈发的忧虑 说道 既然终究是要反抗 为何不在黑夜到来之前 便提前做些准备 夫子脸的笑容说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风从何处起 黑夜从何处来 那么我们提前做的一切都有可能是错的 当然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猜测都是错的 黑夜最好能够不来 大师兄抬头望天 叹息说道 黑夜 若要到来 光明 应该最为灼锦 为何 昊天 却始终 没有什么反应 真不明白 这天 究竟在想些什么 夫子抬头 看着漆黑的苍穹 说道 看 又是我曾经说过的话 世间没有 无所不知的人 我不知道这天在想些什么 无数年来 他一直在证明这一点 那么 我们至少知道 他是不可知的 世间亿万民众 早已忘记了 鱼兰节的起源和由来 冥界 依然存在于他们的传说 童年时的故事里 然而早已变成了真正传说或故事 没有人相信 明界真的存在 更没有人相信什么明界入侵的胡话 在人们眼中 鱼兰节是祭祖四鬼的重要节日 而那些沿街摆放的兰花盆 穿着古服的少女 各种诱人的吃食 油灯的习惯 更是让这个节日没有沾染半点阴森的诡计 充满了美好和迷人的意象 兰科寺的鱼兰节会 自然是修行界的盛世 鱼兰节本来也是世间的一次盛世 除了修行者 还有无数的游客 乡客和各国的官方使团 依循着距离的远近 从不同的城市依次出发 向着兰科寺而去 唐国依照旧力也派出了使团 使团的级别很高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代表陛下巡游世间的使臣 竟是镇西大将军 显直郎 镇西大将军乃是帝国四大王将之一 在侠侯死后 地位愈发显得重要 显直郎大将军本人也是一位传奇人物 武道修行境界极为普通 却凭着精妙无比的战场指挥 而屡历战功 不断提升直至今日 在崇尚武力的大唐军方 四位大将军当中 有三位是武道巅峰的强者 显直郎的个人武力如此的孱弱 却能与另外三人并肩 仅凭这一点便能想象 此人的智谋或别的方面 拥有非常惊人的能力 如此人物 自然绝对有资格代表大唐天子 巡视天下 只是使臣一般都是由门官担任 即便皇帝陛下想对佛宗表达足够的尊重 那么派个有爵位的清贵文臣也足以 何至于让一位大将军出面呢 所以这个任命依然是引起了长安城的极大争议 也引发了难进诸国的极大疑虑 谁知道这位大将军沿途会看风景还是看城防 谁知道好战的大唐是不是又想掀起新的战争 直到最后 人们才从某些小道消息里确认 皇帝陛下之所以让险之朗出时 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下后死后 他曾经担任的东北边军元帅一职始终空悬无人 而大唐西面的越伦早已不构成任何威胁 所以险之朗想要调往土阳城 世人皆知 公主府里那位殿下 近些年来一直在试图拉拢这位镇西大将军 所以这个消息直接导致皇后娘娘的盛怒 为了平息妻子的怒意 皇帝陛下不得不临时搁置调令 又为了安抚女儿和国之重将 便干脆让险之朗大将军去烂科寺游览三心 皇帝陛下此举简直是近乎胡闹 完全是把国家大事当家务事来处理 令人哭笑不得 不过 这却让世间很多被家务事搞得焦头烂额的男人们 生出诸多的同情之心 又让那些向往爱情的少女们更天仰慕 随同使团一同前往烂科寺的还有洪秀昭的舞团 三十年前 唐国先帝强行把洪秀昭从南进招至长安城后 洪秀昭里的女儿们只是在一年后去过一次烂科寺 参加渝兰节祭 此后便再也没有出过长安城 时隔二十余年 洪秀昭再次出行也吸引了很多目光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大唐官方使团的车队上 没有人注意到 在使团后方约十几里地外 有辆黑色的马车正在官道上孤单的行驶 那辆黑色的马车 车厢壁上刻着繁复难鸣 有若憧憬的线条 看森寒的反光 竟是似铁柱一般 应该沉重到了极点 然而奇怪的是 拉车的那头黑色骏马 意态闲适 马车行走在官道上 幽济无声 似乎轻若羽毛 镇国镇军 镇东镇西 怎么咱大唐的王将都是在镇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出个镇关西 啊 想起来了 你不知道镇关西是谁 车厢里 宁缺靠在软榻上 带着满足的神情说道 这辆黑色马车 是师傅颜色留给他的华丽遗产 外表看着普通 冰冷 甚至有些生硬 车厢却很宽敞 用具更是奢阔舒适到了极点 车厢用金刚打住而成 分量极为沉重 当初他还没有能力激发车厢板上克制的那些浮现时 大黑马拉的痛苦不堪 车轮碾过 大地蹦裂 同样是钢铁打造的车轮起不到任何减震作用 颠得他无比难受 所以他很少会坐这辆马车 如今随着修行 浩然气愈发深厚 境界愈发提高 尤其是在经过七师姐的指点后 他终于明白车阵上那些文献并不是单纯的符 而是一种复合型的符阵 掌握了车壁上的符阵 淡渺的天地气息 营荡在黑色马车周围 产生了某种浮力 沉重的黑色马车 变成了浮在水面的一根羽毛 车轮再如何硬 坐在车中的人也不会感觉到颠簸 痛苦的旅途顿时变成了享受 只不过车壁上的符阵虽然是永久性的 能够召唤自然里的天地气息 但维持符阵运转本身也需要天地气息来驱动 宁却如果不想自己的念力枯竭而死 便需要每隔一段时间 在车厢中的镇眼梳理 放一颗宝石 这种蕴藏着相对浓度较高 天地元气的宝石极为珍贵 即便在长安城的珠宝行里 也很难见到 如今黑色马车 能够在漫漫旅途上如此的轻松 全靠宁却在离开之前 去天书处和南门罐 坑蒙拐骗偷强 弄了一箱子宝石 黑色马车很奢华 消耗宝石之多 更显奢华 如果他不是书院的十三先生 没有整个大唐帝国替他提供资源 根本不可能做到 宁却明白这个道理 当初代表书院入室之时 大师兄也曾给他讲过 所以他虽然不想关心 朝廷里的这些事情 却不得不关心 贤之郎是个很有趣的人 宁却说道 桑桑闭着眼睛 轻轻摁了一声 他的身体已经基本康复 这时候之所以闭着眼睛 摁得如此轻柔 是因为他舒服的不想睁眼 更不想说话 马车的箱顶 被宁却和六师兄 开了一道天窗 夏日炙烈的阳光 从那道天窗里透进来 洒落在他的身上 一路温暖 黑色的马车 由金刚打住而成 无论是颜色还是材质 都最能吸附热量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桑桑身体里的阴寒气的缘故 马车被烈日暴晒了 很长时间 却依然显得那般的清凉 没有丝毫闷热的感觉 宁却更不会觉得热 桑桑冰凉的小脚 一直在他的怀里 就像抱着两只 被冰镇了数日的小御员 很舒服 他把桑桑的小脚 挪了挪位置 伸手从旁边的矮机上 端起精致的小瓷壶 引了口清香宜人的豪肩 转头向窗外望去 只见窗外关道两侧 农田轻轻喜人 有农夫正在粉刷自己的家园 有杨柳在风中清摇 有孩童光着身子在水田里嬉闹 这些画面总是那么容易 便让人觉得愉悦幸福 宁却看着那些光溜溜 皮肤有黑的顽童 总觉得自己曾经在哪里见过一般 然后他明白了 只要行走在大唐的境内 便很容易看到类似的画面 因为幸福总是相似的 他望向桑桑微黑的小脸 笑着想到 这次漫长的旅途 就算没有终点 其实也挺好 此时大黑马仿佛感受到了宁却的心意 欢快地青丝了起来